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胡说 本期节目与奶茶独够共同联名播出 每一趟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 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 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抢得先机 哈喽大家好我是街气大叔 三集总有一集可以抢过你 没有啊录音键是我按的啊 你要再跟大家打招呼一次 好烦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奶茶 来到我们短篇新手篇 我们到底要叫什么啦 短版新手篇 短版新手篇 就新手系列就好了啦 新手系列的 系列 新手系列 好 第三集 讲到买机票了 对 你花多少时间买机票 最快 一张机票 最快 三秒钟 没有办法 那个开票要一点时间 所以大概是十分钟吧 十分钟 我也差不多 最快的话是十分钟 大概就是锁定地方 价格可以 就下手 可是找机票会花蛮多时间的 找机票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你知道吗 对可是买机票就很快 买机票也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最痛苦的是付机票 付钱的时候 收到账单的时候 多少 谁不是啊 但是买机票真的买了好像 梦想就成真的 那有种感觉 对 可是你就要开始在订 订住宿啊 订有的美的 好 这一篇先来讲 怎么买机票 你都怎么买 我都怎么买吗 对 我的话我基本上习惯是 越官方的通路 我会在那边买 比如说 什么叫官方啊 就是航空公司 直接对航空公司 对 因为现在基本上 航空公司就是在跟旅行车打对盘 对台 这个就是要讲到呢 其实你有很多 购票的管道 管道 可以买到机票 包括你家旁边的槟榔摊 现在没有了啦 现在没有啦 以前真的可以耶 有啦 你小时候啦 我小时候真的可以 去槟榔摊 对 买七百块 对 一张七百还八百 那个年代 对 七九九 六九九 对 瑞联航空还在时间 天哪 我怎么搭过瑞联啊 我没有 我都没有 远东 远东很长啊 复兴 远东我有搭到远东白金卡 好不好 复兴 嗯 还有什么 丽蓉 丽蓉啊 大华 大华是什么东西 被丽蓉拼进去了 靠腰啦 好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管道 买到机票 是 特别是你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嗯 你可以在很多很多页面上面 好像谁都可以卖机票一样 但是我们之所以会建议 那个你在官网 航空公司官网买的 有几个 以下几个原因 好 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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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中文你比较看得懂 对啦 长荣华航他写中文你比较看得懂 台湾目前有长荣华航新语 对 要记得还有多了新语哦 三巨头了吗 是 少了复兴 少了复兴 然后 立农其实也有国际线 但是基本上你就可以在长荣网站上面买 哦 我们同一个集团的我们就算他一个 这样不然太复杂 等一下有人问你说华信是谁的 华航啊 对 虎航是谁的 廉价航空的 好廉价航空这一个议题 我们暂时不讨论 下一集再来说 可是有廉价航空 我已经开一集在专门在讲廉价航空了 但是买机票这件事 我觉得可以讲买机票这件事情 对 我们前面没有讲廉价航空的买机票 我们只有说他优劣 如果想要听廉价航空的话 可以去听那一集 目前还是我们最高被收听的那一单集 哦我吗 那你的最高收听单集是什么 那个一百件 没有啦 二十件惹怒空服员的事情那一集 所以还是很吃标题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烦哦 你很想打破你自己就对了 不是 因为这个真的是 无心插流流成音的那种 很多都是这样 好 随便了 回来第二 就是第一件 第一件就是你真的是 因为它是讲中文 然后有中文客服会对你比较方便 而且你要记得选那个电话是在台湾的哦 而且因为如果你买到国外的官网 然后 很难吧 长荣华航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大通责来讲 但是我们目前还是推荐大家以长荣华航新语 作为新手的选择 对会比较好一点点 一次不要破那么多关 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你的等级不够没办法打大魔王 我只能打超级玛丽就对了 对 你只能打到第一关 那个蘑菇撞不出来这样子 对 就是第一个它是中文 第二个它的电话是在台湾 它有台湾的客服 对 然后呢 你比较不会容易碰到那些隐藏关卡 这世界这么人心显恶就对了 不是 就是你也知道旅行是非常容易出意外的 我们所谓的意外是说 你要破的关卡很多 对 不是那一家航空公司到底安不安全 是 OK 对对对 那你会碰到的各种需要你关心处理的事件 比如说台风啦 所以我看到台风要来了 我要赶快打电话去长荣华航处理这件事 没有用 因为你要 它能不能飞也要等比较接近的时间 那我要改总可以吧 你可以改啊 但是你的票要可以改 所以其实这是为什么不建议你从那种其他的通路买的原因 是因为通常航空公司卖的机票 通常啦 但是它现在也开始卖那种不能改票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它有中文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的大魔王那些关卡 比较不容易遇到啦 比较保护你就是在破关的 自由行破关的路程当中一路顺遂 不会马上回头 真的耶 很多人在自由行这一关 走到一半就回头了 就跟团了吗 对啊就跟团啊 或就放弃了 因为他们觉得太困难 要破的事情太多了 是啦 所以这也是我们开这个系列的原因 就是我们讲的一些理论是有一些基础的 因为哥哥姐姐们呢 经验太多 对都有破 补习肺脚很多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要提醒你的事 是说我们一关一关来破 不是不让你破 对你等级 来跟我们练完那个等级有到了 我们再来带你们打大魔王 我们想要保护大家啦 就是不希望你们走太多冤枉路 是是是 好来 它除了是中文之外 然后它可以在紧急的时候 找得到人沟通处理 对 然后或者是说 你在网站上操作 并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 你还有电话客服 可以直接处理 是这样吗 差不多啦 OK 对 至少 至少你那个更加 那个谈心的时候 都是讲中文 而且是讲台湾的中文 对对对 你好你好 林少姐 这个我就不行啦 好OK 所以再来呢 你会选择 长荣华航 星宇这些机票 当然也是你熟悉的空服人员 熟悉的机师 几乎都是 熟悉的机师 熟悉的空服人员是怎么样 我说熟悉就是说 你上去以后的亲切感 你是 你冷静一点 我抽到笑点了 那个空姐我认识 那个机师我认识吗 这个倒不一定 但是应该是说 他们比较懂你的文化 对 对就譬如说 他不会站起来大声跟你说 先生你给我坐下 我们又不是飞内地航选 对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是新手 你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要选择 当然以你熟悉的为主 是啦 会比较好一点点 对因为你不要碰 比如说你如果一开始就 你去日本你就挑什么 全日控啊 那个 那个 那你的日文要够好 对 虽然说他们 现在飞日本航班 都会有配讲中文 讲中文 对他身上会挂中文 他可以讲中文的牌子 对可是 他的default语言 都还是日文 对 而且母公司是日本的话 他那个飞机播放的语言 也会以日文为主 是的 那中文就是录音啊 对就是以 那个航空公司的母国 为主 所以其实真的会碰到一些 你如果真的要沟通 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不好沟通的事情 比如说我要一瓶啤酒这样子 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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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是 你也可以选 我们没有说你不能选 很久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会满18岁请问一句 吓死我了 突然来这一刻 我明明我突然想到啊 对呢 真的呢 就是你也可以选 但是如果你想要相对安全 你是比较保险一点的人 我们讲安全是那个不要有意外状况 就是突发状况 不是那种 那种安全的安全 你在讲什么 你到底在讲什么 人家本来没想到 结果一讲 大家就想那到底是哪一种安全的安全 嗯 那种安全的安全 OK 好 这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最麻烦的就是沟通 嗯 那其他其实没什么问题 我们当然希望你买到机票 顺顺利利去搭飞机就出国了 是啊 然后回来就回来了 对啊 对啊 而且其实在机场的时候 你也比较容易找到这两间航空公司了 的意思是 因为他们 比如在台湾的话 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 颜色吗 对啊 对啊 这是他们的那个home base嘛 就是他们的那个 这个这个 而且基本上可能连 所属地 各大城市 台湾的台北 高雄台中 都可能会有 办公室 实体部门 是 可以找 票物部门 都有 对对对 这会相对简单很多 就是你的 这个要叫什么 就是你的 解决问题的方案 要多很多 嗯嗯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挑的是 国外的 他可能 只有在台北有客服部门 或者是要找代理行 或者代理旅行社 那很麻烦 对 非常麻烦的 OK 所以推荐大家 还是要在官网上买 那好 那你决定要在官网上买了 杰西是长龙派 对不对 想睡觉了 你告诉我 你都怎么买长龙上面的机票 就卡拉出来刷下去啊 你不是已经绑卡了吗 这不是应该绑好卡 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绑 这个没有绑 对 好 基本上就是 打开那个官网 选择你要去的地方 跟你要出发的城市 然后时间 日期 然后他就会跳出来选择的 时间 还有你的票价 班次 对 票价 那当然大城市 他一天里面的航班 就会稍微多一点点 日本大概是六七班吧 五六班 六七班 日本 对 东京吧 对东京 五六班 然后如果你今天飞的是渣谎 渣谎 一天就可能一班或两班 一班或两班这样子 对 所以你要选择的地方 当然依照我们新手系列的规则来讲 你一定会选东京 你比较 东京或大阪 你比较难去选择 什么小松啊 这种地方 哦 小松不错啦 我也蛮喜欢小松的 说真的 但是我跟你讲 一般新手比较难去选择这种 比较特别 二三线的城市 对二三线城市 为什么不能选二三线城市 原因是 因为你在碰到 那边碰到 讲中文的人 比较少 应该是说 你要发生状况的时候 你能找到的备案 也相对的少 然后再来是天后状况 假设不胜理想的话 你今天飞不出去 可能就是明天了 但是如果你选东京大阪这种地方 冲绳这种地方 可能后面还有好几班可以选 对 假设你今天早上是十点的飞机 但是因为今天天后 十点的天后不好 你可能可以排到两点的飞机 那你还是可以去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对 就是我们都是要尽量找 就是你可以 安全保障更多的合理方 对对对 弹性部分更完整的城市 好 所以这是买机票 然后你选择了 你要去的城市 选择了时间 票价也是另外一个 因为票价会对于你选择的产品 好那杰西我问你一件事 为什么不能直接去柜台说 我要买去东京的机票 因为是最贵的 对 记得 柜台只卖原价票 你不能去到桃园机场 然后拿着你的行李 去到桃园机场说 我现在此时此刻要飞东京 也是可以的 你的那个卡的额度够的话 黑卡 就是你没有在关心价格的话 你是可以这样干 对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 可以买到最划算的票价 对 那所以你就尽量是官网买票 然后当然有促销的时候买是最好的 但是要特别提醒就是你买的 就是任何的折价票 或是促销票折扣票 你都会面临到他有一些 相对权益的减少 减少 OK 对就是因为他便宜 所以他比如说他不可以改退 或者是他不能改时间 不能选位置 对然后或者是他不改时间要花钱 OK 这种东西 因为我自己的话 我一定可以 最基本我一定会让他挑成 可以换时间的机票 他有一个专有名词吗 可以改 可以改期 可以改期啦 对可以改期 然后这个原因是因为是我之前的工作关系 所以我们可能有这种的需求 就是说他如果 所以你们这个是票务部最讨厌的人 还好啦 有啦有一种状况 不会买这种 不可改期的票 就是明天出发 我等等收好行李 明天去东京的意思 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去的 对对对 一定会去的 就是时间非常近 然后就是一定会去的 这种改不了的 这个会比较 但是我觉得这对新手来讲 应该稍微难那么一点点 新手应该会想的比较多一点点 我跟你讲 新手的时候 我的新手的时候 我们都会做功课 然后还会画时间表 然后你要几点几分要去哪里 九点起床 十点吃早餐 十二点出现在东京车站 对 下午两点要去东京迪士尼 然后后面都没在管 现在我也不太管 我只决定好 我这一次我一定要去到 一定要去的地方 其他然后可能 可能会想去的地方 然后标好 然后就 随缘 对就随缘 然后还有那种在 已经落到东京的城市里面 才在想说 那我等一下可以去哪里 之类的 我那种就是啊 就是我当天决定我要去东京 我先到那边再说 对 我也是到那边再说 然后甚至于 我都想说 我等一下要吃什么 或者是那个 今天早上起床再说 今天来看一下天气好不好 然后再来决定要去哪些景点 对啊对啊 天气会影响蛮多东西 所以我常被骂就是说 你们这些就是浪费人生的家伙 你被谁骂 你说 很多人哦 你妈妈妈 我妈就不要管 我妈只会关心我 你这样出去都买不去吗 可是你跟他出门的时候 他会不会问说 等一下要吃什么 他不会问 然后他就会问说 那等一下我可以买什么吗 他只会问这个 然后他出发前 他等一下 他出发前他都会说 我不要去啊 我不要买啊 我什么都不要啊 然后去到那里 买最多的都是他 就是这样 这就是老人家 对就是 事与愿违 不对 那个叫什么 你要往他的方向走 就没事 你就是帮他安排很多 可以买东西的地方 就好了 其他听听就好 对对对 OK好 所以买机票的部分 就是你要注意到的是这个 然后到 有的可以在官网上 直接选位置 对不对 可以啊 就是我 通常我们买到那种 可以改机的票 通常啦 通常 可能可以选位置 然后或者是 最便宜的不行 现在华航长龙都一样 最便宜的不能选位置 对或者是你有金卡的话 你也可以选位置 新手不会有金卡 谢谢 所以就跳过了 对啊 你讲那么多金卡 然后就有这些新手 就说什么是金卡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那个卡片上面是金色那张卡 我有星巴克的金卡 我也有耶 好OK 所以你到 你在买票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有一些票价 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你就可以选位置了 是 然后要特别小心哦 那个你如果是刷卡买机票的话 有一些状况会 在机场会请你出示 你购买机票的信用卡 华航一定会 长龙的话 你如果是透过那个Visa三丁验证 就是会发一个密码在你手机 验证码的 对那种就不会 OK 他有发一个公告出来 所以他这个是预防你拿假卡刷就对 对就是 讲白了就是航空公司怕收不到钱了 就这样子而已了 了解 收到 就是这样子了 反正就是这个也是要 也算购票的一个流程当中 你要特别注意的 对因为很多人出国会把 不相干的证件 或者是不觉得不需要用到的信用卡拿掉 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是 你的其他栏位错没有关系 但是你姓名 姓跟名 一定要放对 那就还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它是你的护照 拼音 不要自己乱拼 对就是你 请你打开你的绿色小本本 那我没有绿色小本本 我可不可以订机票啊 其实可以 其实可以可是你要确保你护照出来的名字 是对的 因为改那个名字有可能是要费用的 或者是不能改名字 华航长龙我有改过 没有 要看你机票 应该是 对要看你的票价 对因为基本上连改名 那个叫做是可不可以转让 我觉得改名字我们也可以讲一个 因为我改过名字 所以我非常知道那痛苦的历程 好啦我们护照证件再讲一集吧 OK 所以你一定要拿着你的护照来订机票 务必记得 拿着你的护照来订你的机票 因为上面一定要确保跟你的护照的英文拼音是一模一样的 嗯 好 才可以 那如果不行 你要去改这个名字 你可能就要花掉 额外的钱 额外的费用 或者是不能改 或者有人根本就是不给你改 是的 那这一集其实差不多了吧 还没 蛤 你要对照啊 你要付完款之后 然后呢 收到 哦 你要收到你的购票证明 还有你的电子机票 呃 会收到电子机票吗 会啊会啊 航空公司网站一定会收到电子机票 那你收到这个电子机票之后 表示你已经订票完成了 你会拿到的票号 然后你会拿到定位代号 然后你就可以 我建议啦 我建议你要在那个航空公司的会员 member里面 再去确认一次 有没有连到你的会员的资料 对 一个是当然是累积里程的问题 然后再来是 你要确定你找得到这一笔 这一笔机票的资料 嗯 因为常常很多像我以前 就是随便买 就是买到后年的机票 我根本都忘了自己买了这一张机票 所以你一定要连到会员 你才知道你有这张机票 对 然后你才知道你那一张机票 到底是什么规则 怎么买的 在什么地方买的 然后是哪些的票价内容规则 因为通常航空公司的网站 会标的比较完整 OK 所以 依照我的经验啦 嗯 然后跟那个其他的这种旅行社来比的话 航空公司上面的规则限制 是会标的比较完整 然后他也会发一个电子 比较完整的电子信箱 长荣华航新语呢 其实现在大部分航空公司都有APP了 所以你在网站上面订完票 APP会同步看到 对 所以你要确认一下就对 然后另外一个 嗯 我觉得是报账上面会有关系 就是说因为 你如果是在台湾订的话 你一定是要拿到滤清社代收转付收据 你才有办法报账 公司报账 有的是那种什么 呃不是官委会啦 那个是什么 什么 你要说什么 服委会 靠腰啦 哦 服委会的那个旅游补助啊 哦 ok 对啊 所以公司旅游补助 对 因为你如果是境外的话 他就可能没有办法开那个 这种收据 对 你要小心 你呃 所以你这个都要先问清楚 再决定你要在哪里订票 对 会比较 不造成后续的困扰啦 但如果是个人 大家没有这个问题 是 你个人就是买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收到这些 没有老板最神了 是这样子吗 那你还是要担心好不好 是 ok 所以你大概订完票之后就是这样 那后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吗 我们就留到其他几啦 好多要注意的咯 出发之前呢 他的机票 应该要再确认一次吗 要啊 怎么确认 哎 下集 好 ok 出发之前的事情我们 护照 我们讲护照签证的时候再讲 ok 那买机票买到这里 就算完成了 差不多 你讲超过了啦 干嘛这样 20分钟 我是留一点让你剪吗 没有要剪的意思啊 这短板的不要剪啊 好 很累好不好 直接过档 好 所以你买机票买到这里 表示你已经可以出国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现在已经没办法出国 没有那么简单 对啊 你有没有签证 下集讲 好 ok 所以这一集买机票买到这里 就买到手咯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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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